2023中国羽超联赛 江西瑞昌与深圳羽众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半决赛 前面的混双 女单 女双 男单双方战成了2比2平 要由最后的男双来决胜负 江西派出的是阿珊和李军慧的跨国组合搭档 而深圳派出的是梁王组合 虽然阿珊和李军慧都是世界冠军 但是毕竟阿珊年纪太大 而李军慧又从国家队退役已久 两人还是临时搭档 赛前几乎没有人看好这对跨国组合能影 本期视频 我们再来重温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李军慧和阿珊从站位以及出手的速度来看 可能一开始还是小 第二确实也是临时搭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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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第一局也如大家预期的一样 阿山李俊慧没有太大的抵抗力 几乎都是被压制着 但是反转就从第二局开始 看看这两位酒精沙场的大队员 能不能用自己的胜率会更大一些 基本就是压着底线给 这样其实两尾坑素的机会 说我不发力 我让这个速度是真快 好的 十一比四 李俊慧在往前身高很占优势 王口拿到球之后 把这个球扎接发这个环节 能不能抢得稍微快一点 想大幅度去移动再去抓第二派 这种进攻节奏一下就慢下来 出了 下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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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次 打开 或者是 我感觉每一分他也不是特别重 但是你看他这个球就老打到对方最不容易借力的地方 如果说用武侠小说来说可能对这都彼此可能 这一球拿下之后阿珊跟李俊慧迎联下两局反超 从后面的比赛来看 阿珊李俊慧充分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李俊慧身高非常高 在后场的杀球威力极大 而阿珊的控场能力非常优秀 两人的优势互补之下 让现在势头正猛的凉网组合也无可奈何 直线斜线轻重缓急 各种随方缠住 阿珊这个全场的跑动 把球防回来了 只是一个节奏一个落点去杀的话 阿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球 这球还能接过来 看球的比打球的紧张 还有谁敢偷后场吗 关键分的时候 这一局阿珊 李军会输的也有点可惜 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 最终还是没能拿下 二比两平 两队要通过最后一局 十一分制的比赛 来决定最后一个决赛名额 紧张自己的时刻到了 十一分本来这个 本来这个 分局优势 两王组合开局打得还不错 四比一领先 对于十一分制的比赛来说 这个优势非常大了 王场又发球失误 开局发球就送了两分 可见这个比赛太紧张了 而这也成了转折点 接下来阿珊 李军会老将的经验 就展现出来了 阿珊一抓一个准 你看又是一个抢方 阿珊一抓一个准 王场调球失误 这样江西瑞昌就拿到了最后的赛点 在极大的压力下 两王组合最后打得有些猛了 最后一球还是出界失误 让阿珊李军会打出了一波十比一的高潮 直接逆转拿下了比赛 从而江西瑞昌三比二战胜深圳语重 闯进了这次与超联赛的决赛 感谢大家